今天我就要搭一天的小娘惹 体验一下她们的生活 我有选择困难 真的 各位 每一样都好漂亮 这样的菜一般都结合了 这个甜酸 辛香和味辣的口味 这口味我很喜欢 如果换成我是那个年载的娘惹 我觉得我完全做不到 所以我真的是很佩服她们 哈啰 大家好 我是Gian 我们之前去了Johol 而这一集我们就来到了 大家都很熟悉的马六甲 说到马六甲 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我相信你们应该和我一样 是娘惹 马六甲可以说是娘惹发源地 早期从中国移民到南洋的华人 都聚集在马六甲 然后与当地的原住民通婚 所以有许多她们的后裔 都居住在马六甲 而女性后裔呢 我们称之为娘惹 在KL呢 我们就很少接触到牛惹 所以今天我就要搭一天的小娘惹 体验一下她们的生活 吃喝玩乐 救你哦 首先最直接体验娘惹的方式 就是把你打扮成她的样子 所以第一站呢 我就来体验娘惹的传统服饰 这家马六甲娘惹服饰 是其中一家可以购买和租借 爸爸娘惹传统服装的店铺 她可以说是五张俱全哦 从服装 头饰 耳环 鞋子 胸针 通通都有 而且颜色和款式也有非常多的选择 据说这间店也有很多外国人 前来租借爸爸娘惹服装来打卡 还有那位韩国DG DG收藏也来过哦 马六甲娘惹服呢 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就是可巴亚 沙隆 还有头饰 而娘惹服的设计 汇集了很多种文化的因素 就好像可巴亚 还是来自马来人的传统服装 并且采取上下分离的设计 上衣呢 是西洋风格 威领低胸三 并且搭配具有马来人特色的沙隆 他们的可巴亚呢 也秀有中国传统的花边修饰 再加上一些大自然突变的点缀 而且娘惹服可以说是越花俏越好看 它充满了色彩的冲击 我有选择困难 真啊 各位 每一样都好漂亮耶 我就把这个选择权丢给老板罢了 因为太多都很漂亮 我真的是无从下手 你喜欢的颜色吗 可以 黄色 下面的搭配主要看它的花什么颜色 然后就搭一个相似的沙隆 这样看起来就比较协调 我要变身咯 各位 我换好了 这个呢 叫做珠绣鞋 是娘惹手工的刺绣鞋 是采用这个揉面格 和真皮呢 制作它的鞋具 然后再用柱子和丝线刺绣而成的 就形成娘惹的传统图案 还有画纹 我这身打扮是不是很好看耶 这个老板精心为我搭配的 我现在完全是娘惹本人耶 我这身打扮总共103令吉 服装 雨伞 还有扇子是48令吉 弹法 还有这个法式是35令吉 助修鞋是20令吉 这些总共是三个小时里面哦 我是觉得非常值得的 因为我穿了那么久哦 完全没有刺刺不舒服的感觉哦 那如果你想体验爸爸娘惹传统服装的话 可以来这边体验哦 这边位于机场街 但由于他们要办签的关系 大家可以留守他们的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小红书哦 另外提醒大家 记得提早预约哦 穿了美美的娘惹伏 是不是找地方打卡呢 所以我今天就来到了 爸爸娘惹伯物馆来打卡啦 这边曾经是爸爸娘惹家族的故居 在1985年改造成爸爸娘惹伯物馆 将大宗显示爸爸娘惹的生活面貌 还有文化 这边也曾是电视剧小娘惹的拍摄地点哦 来 我们一起打卡吧 从屋内的设计来看 不难看得出爸爸娘惹其实是一个很富裕的族群 因为这边的设计充满了巴洛克风格 而这种风格的建筑物是典型富裕华人的住家 这边是爸爸娘惹会客厅 据说从前只招待尊贵的客户 也是爸爸谈生意的地方 而娘惹只能通过后面的暗厅来窥视会客厅的状况 这边的家具都是讲究平衡和有组织 都是以二倍数来购入的 而墙上有大量华人的丝绸图 整体很有美感 很适合作为我第一个打卡地点哦 第二个打卡地点是天津 天津也是爸爸娘惹住家的特色 也是整个屋子空气最流通 采光最好的地方 所以这边很适合拍一些自然性的照片哦 这边是爸爸荣亚拜祭祖先的食堂 由此可见 他们并然保留了中国的宗教信仰 还有孝顺的美德哦 据说爸爸荣亚家族一年会有七次的祭拜 分别坐落于祖先的生日 祭日和华人新年前夕 而宫廷都是家庭菜肴 他们用餐地方摆了一张长桌和娘惹瓷器 不同颜色的瓷器 代表不同节日所使用的 就比如说红色是用在庆典使用的 蓝色和白色的瓷器是用在葬礼上 而日常生活就是用硬式碟子 厨房可以说是娘惹消耗最多时间的地方 也是最能体现他们贤妻良母的样貌 因为娘惹一般在出家前都是逐步出户的 在家里就跟长辈学习 如何做传统的娘惹菜肴 所以厨房可以说是娘惹的心脏地带哦 这里曾经是爸爸娘惹的新婚卧室 也曾经是这个故居主人 曾秀卿许如玉 以及曾生之和柔轩的主人房 这个是爸爸娘惹的结婚服饰 也是1917年12月 曾生之和柔轩结婚时的新衣 为什么会有两张面对面的椅子呢? 因为当时他们的婚姻都是听从父母之命 所以结婚之前他们是完全不认识对方的 就会请新郎和新娘坐在两张椅子 借此认识对方 这边是生日和葬礼的陈设 在这种节日里面 爸爸娘惹会准备很多家庭菜肴 包括长寿面寓于长寿 糖水汤圆寓于生火干铁 鸡蛋寓于多子多孙 当需要举办葬礼的时候 爸爸娘惹会摆放蓝色和白色娘惹膏 而且葬礼的天数必须是基数 且时长7到31天 这边就是娘惹娱乐区 其中麻将和纸牌是娘惹们最爱的两种游戏之一 也是娘惹与其他亲戚女性 一起联络感情和交流的地方 过完博物馆在他出口的地方就有个伴手礼区 可以坐那边喝点茶然后吃点糕点 也可以买他们伴手礼还有经典品 过完这个博物馆我对娘惹有更深层的认识 因为他们在还没有出价前是逐步出户的 只能在家里度过他们的日子 陪伴他们的只有麻将 纸牌 厨艺 珠秀等等的 如果换成我是那个年代的娘惹 我觉得我完全做不到 所以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的 至于门票多少钱呢 成人价钱是18令吉 50到12岁的孩童是13令吉的 另外里面也提供了 《中英法日》的讲解手册 所以真的非常推荐你们前来参观 想来的朋友这边坐落在 马六甲旧文化街 Jalantun Dancheng Lok 营业时间是每逢星期二到星期日 早上10点到傍晚4点半 刚刚已经了解了娘惹服装 和娘惹的生活文化 现在到了我最期待的时候了 娘惹的饮食文化 所以我今天就选了这一家 有售卖正宗娘惹餐的餐厅 叫 Wau Corander 它在网络上可以说是非常红哦 也是很多人来马六甲必打卡的餐厅之一 我们继续看看吧 这家餐厅是有两层楼高的老房子改建而成的 室内布置复古典雅 楼上挂满了绿油油的植物 楼下呢就摆放了由老板娘 亲手绘画的壁画与油画 以及各种传统器皿摆设和装饰品 为餐厅带来了浓烈的娘惹情怀 这家的餐厅主打娘惹风味的美食 而这些都是这家的电招牌娘惹美食 首先第一点就要吃这个开胃菜 它也被称为小金杯 菜铁呢是一个娘惹传统的点心 因为材料非常丰富 有这个蔬菜丝煎蛋丝 还有这个葱头的 它的饼皮呢很酥脆 然后它是限量的非常的鲜美 搭配这个酸酸辣辣的辣椒酱 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超级乎低开胃的 就这个很好的开胃菜 接下来就到亚亚卜克罗 也是娘惹的今天菜料之一 它是使用印尼黑果搭配各种蜜质香料 再加上鸡肉或猪肉一起烹煮而成的 然后到底怎么吃呢 就是把这个黑果 你拿一个小汤匙 把里面的肉挖出来 这黑果里面的东西呢 吃起来坚果味就非常的香 而且呢 它就有点绵绵的 比较浓郁的口感 它的味道呢就是没有说很帅 也没有说是很咸 就是一股淡淡的坚果香味在里面 非常适合配饭哦 我们直接来尝这一道 哇 突然的 special with chicken redang 它的卖箱超级丰富的 就是有四个小饭 这四个小饭呢 分别是姜黄饭 白米饭 造米饭 和叠豆花饭了 除了有这四种不同颜色的米饭之外 还有redang 还有这个 阿茶 也有这个黄梨啊 蔬菜啊 叠豆花饭了 你不要看这个姜黄饭看起来很黏哦 但其实一点都不黏了 我觉得它灵魂哦 再来就是辣椒酱 这个叠豆辣椒酱哦 它辣度呢 把所有食材味道完全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就觉得这种颜色的米饭哦 要来尝试一下每一种的分别在哪里 我觉得其实白米饭和叠豆花饭没有什么分别 但是这个造米饭有吓到我哦 它造米饭呢 是有加点甜味料 有点咸咸的口味在里面的 它不是单纯的倒米饭哦 哇 突然的辣萨 它汤出的口味和我普通吃的那种 咖喱辣萨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的质地呢 是比较浓稠一点的 这喝起来呢 你可以咬到满水的香料在里面 而且椰浆的香气非常的浓郁 整体吃起来呢 不觉得很酸那种 就非常有软味的感觉 Binja Pachiri 这道菜呢 是马来西亚北部的一样色色小菜 它是有茄子 干草椰丝 辛香料 一起焖煮了成的 茄子的味道呢 是偏香甜的 然后口感呢 就很软糯 可是一加上它这个酱汁哦 我觉得完全颠覆了我对茄子的印象哦 它的味道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 就好像冻子里的馅料的感觉那样 也非常顺来配饭哦 刚刚呢吃了这些娘惹菜 我觉得娘惹菜一般都结合了这个甜酸 辛香和微辣的口味 这有口味我很喜欢耶 因为我个人偏向一些比较酸辣口味的植物 虽然老板娘并非娘惹后裔 那这些菜肴呢 就非常具有娘惹的风味 如果你想要尝试娘惹餐厅的朋友 可以来这一家尝试哦 它叫Wow Corander 这边主持价钱呢 从$60.90到$69.90 我觉得价钱上来讲算是中等 会太便宜也不会太贵 但是值得赞赏的是呢 他们的服务还有环境 环境这边走的是一个古色古香的风格 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 服务的话呢 这些服务员都很有热情 或者你解释每样菜肴啊 所以那种比较少尝试娘惹菜肴 或地色尝试娘惹菜肴的朋友呢 都非常的加分哦 这家餐厅位于加南港工般在 餐厅前面也有白色的停车位 每逢星期三休息 休息时间呢 从下午3点营业到晚上10点 还是建议你们早点来排队啊 不然呢 每逢琢磨或者是晚餐时间呢 可以说是坐无休息哦 这一次体验娘惹之旅结束了 今天我去了三个不同的地方 也尝试了娘惹的服装 生活还有饮食文化等等 看完这些 你有没有觉得收获很多呢 我是觉得很多关于娘惹的知识 你对娘惹这个族群呢 有人会更深刻的认识 在这边敬佩所有的小娘惹们 好的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嗨了 嗨嗨 嗨嗨 对不起 妈妈觉得黄是最能体现我个人的气质 因为她觉得我气质像个小太阳那样 好厉害 好厉害 我不能吃净了 不可以吃净了 没看过